大串院校农村实践共创计划 我会的提论 各位长官好 各位同学以及各位先上的同学大家好 我这边是农村组培丽科的曾志立 我这边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大串院校农村实践共创计划 这个计划它主要在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我先做个计划简介 我们这个计划它基本上是一个 补助学校老师课程的一个计划 它是由老师来提出申请 那基本上我们每个计划 最多可以申请到30万元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农村组的一个计划 所以老师它这个课程 它所要操作的议题项目 它一定要跟农村场域去做一个连结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透过老师的专业的知识 然后带领学生他们到农村 去解决一些农村现况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们其实 因为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在规范上面 其实我们有设定一点 就是老师他这个30万 它其中有40%的经费 它必须要使用在农村的相关的一些 经费应用上 那就像我刚刚讲 因为它这个是补助全台湾大专院校的 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报名管道 是一个比较开放式的 那所以老师要报名他们的方式 除了到我们农村 我们水宝局的那个官方网站去做一个报名 其实我们自己有设定一个官网 那老师他只要在Google打 校园共创这四个字 他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的官方网站 那我们也尽量让他这个报名的流程 彻底的简化一点 所以他在这个网站上 他可以直接在真正报名的地方 他就直接找到真正的须知 以及他必须要填写的一些项目跟表格的部分 那他把这些东西下载再填写好 然后他直接到我们这边去上传他的报名网址 点下去的话 它是一个Google表单 那他填完的话 他其实就是完成了这一次的报名活动 那因为我们第一年超过期 他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来询问一些相关的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统整起来 然后并且在他的网站上的常见问题这边 然后去做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那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已经 把历年来收集的问题都在这边去做一个解答 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很明显 就是打电话来询问一些操作上 或是一些就是针件上的一些问题 比那个电话数显然就是降低了蛮多的 那所以其实总的来说 其实参加这个计划它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困难 你只要到线上去完成一个报名 然后去填写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并且把你的那些经费都排好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了这一次的那个效应工程的报名 那基本上我们每一年都是在12月31号去截止 那我这边可能是要提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毕竟是补助学校课程的一个计划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计划 它是不能编列人事费的 那这个也是一般在提这个计划 最多老师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我大概简单讲一下我们的评分标准 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水宝局是如何看待校园共创这个计划 我们认为这个计划它的重点在哪些项目 那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是一些创新性的部分 因为我们希望它不是一个老师就是上课 然后就是同学交报告的一个课程计划而已 我们希望老师可能可以有一些创业的一些想法 例如说它可能可以跟在地去做一些结合啦 或是跟当地的一些产业去做合作 甚至它可能要用什么更创新的方法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那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去看到它如何把他们专业 专业知识的部分去结合到他们可以去解决农村 那个议题的操作的这个部分 对那扩散性的话我等一下再稍微解释一下 那以及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机会它不只是在这一年的事情 我们希望老师他做完这个计划 他的东西是真的可以被丢下来 然后让社区去实际上操作跟应用的部分 那其实扩散性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一直也很强调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农村主机是有很多相关一些跟系列有关的一些计划 那这些计划其实跟下降工创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关联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例如说下降工创它是比较以老师为主体性 然后去做推广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们回用农村它是以学生组成团队 然后去参加这个竞赛 那回用农村它是在暑假的 而校园工创它是一整年度的一个计划 所以其实老师他可以就是一整年度操作我们这个校园工创的计划 那暑假的时候让学生他们再更加的去深入的去发展这个计划的一些内容 那假设学生他们对于参与农村这个议题他们真的有兴趣 其实我们后续有一个回乡的一个行动奖励计划 让刚入就是那个刚毕业然后决定要来参加农村议题相关的这些学生们 或是年轻人他们有一个补助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校园工创计划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还想到很多一些跟宣传啊 跟活动有关的一些事情 而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办法在校园工创计划里面 就是完成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还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专管计划 来请一个团队来操作我们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我在讲的校园工创计划 它其实是包含校园工创计划本身跟专管计划这两者 那在专管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会请就是团队他们去做一些访试追踪的部分 当然就是除了控管他们平常老师 他们可能每一季的一些任务啊 或是上每一季的一些内容操作跟进度的部分 那再来是我们其实在每一年都会办一个沙龙座谈 跟成果发表会 那沙龙座谈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座谈会 就是我们会办四场在北中南东 那这个座谈会它的目的 我们主要是希望让参与这个计划的老师呢 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别人在做些什么东西 那或许他们看到别人做的东西 他们会有一些灵感或是有一些交友的机会 对那如果在这沙龙座谈中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老师的方向可能走偏了 或是他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机会或建议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那座谈会中赶快给他这些的回馈 让老师有办法在时间内修正他的计划 那再来是行销宣传的部分 因为毕竟现在如果你不去做一些行销宣传的话 其实有时候很光透过发公文去给各大大专院校 来告诉他们我们有这个计划 或者是用海报方其实有时候那个成效有限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影片啊 例如说像跟YouTuber合作 那甚至我们跟伟伴的一个团队去做一个影片的拍摄 那再来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好这几年的伟伴团队 都是商业周刊来做那个团队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藉由商业周刊他们的名气 来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也试着用试读本的方式 就是我们找几个比较好的案例 然后去夹带他们可能每个月每个周的那个商业周刊 然后去做一个推广 那当然在商业周刊他们的观望网站上 也有去提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 或是我们相关的计划的一些内容 那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也有成果发表会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也会配合我们农村组的一个新武力的联合展 那它这个是跟农村所有相关议题跟计划有关的一个联合展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12月的一个成果发表会 就是我们这个校园公众最重要的一个发表会的一个部分 那电子书的部分其实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如何去管理老师这个计划 因为每个老师他们都是教育专家 那我们以学保局的身份 其实我们有时候很难去跟他讲说 老师你这样教的不好你应该怎样去改 我们不太可能去对老师去导正 或者去说他的计划应该可能不对啊 或是要怎么样去调整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样 我们可能是要用比较奖励 比较主动方式去管理老师他们 那所以也就是说参与这个计划 所有的参与者我们都会把他的内容 就是集结成册 然后可能最后把它全部都出书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让老师知道说 不管你是做好做坏我们最后都会出书 对那所以如果老师你要摆烂的话 我们最后还是一样会把他就是列一本书这样子 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参与这个计划老师 他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警惕跟那个 就是就是想要去更努力的去参与这个计划 那我以108年就是去年向公创他的计划产出的一些亮点 大概简单概述一下 那其实我大概统整去年向公创他这个计划 最后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在区域激活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他主要就是活络社区他们的一些状况 例如说他们可能跟在地国小去做一个课程的一个结合 那或者是针对自己很流行的这个长照议题 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就是跟旅游方案啊 或是商品化相关的一些项目上 那再来就是人才导入 那人才导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因为其实你现在要让年轻人回到农村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的议题 那透过学校老师他们在课堂上带领学生他们去农村 他们其实有时候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农村的现况问题 以及年轻人他们本身他们是不是有真的有那个能力 或是他们他们是有那个办法去改善农村的 那其实透过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也进阶了 就是让一些参与这个计划的学生他们愿意返乡回去工作 那甚至我们也就是成功就是培育几个社区他们来去做创业的这个行为 那也因为现在的那个技术越来越发达 然后已经像现在像互联网啊 以及像一些那个电子平台这些东西 一般是在传统农村他们很冷 比较难去接触跟学习的部分 那也是透过这个计划让老师他们去教导社区 跟带领社区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们可能透过成立平台啊 或是做一些媒体跟那种技术的一些突破跟发展 那我这边简单概述几个校园工创还蛮有趣或是比较特别的一些案例 那第一个是那个李佩玲老师 那这个老师他是商品设计学系 那他在107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我们校园工创这个计划 那他当时就想说就是他想跟在地的一个智喜的工厂去做一个结合 因为智喜工厂他们其实有那个原物料 而学校他们本身有一个设计专业的部分 所以他希望借由学校设计的专业 他可以帮在地的那个令草的这个东西去做一个更发扬光大的一个设计 所以他就跟他们去做一个合作 然后最后就是产出了一些还蛮漂亮的一个令草的一些工业设计的东西 那最后他们大概产出了60件的商品 而且他们在台南的零百货真的上架了 而且并且很快就销售一空了 那所以他在第一年的成效其实还蛮亮眼的 所以他在108年的时候他继续投资 我们也是让他继续通过 而他在108年的时候他这时候改变了他的一个题材跟方向 他这时候用的是后币村的那个价值为那个素材 然后去去做一些商品化的部分 那他在这一年他其实也稍微深入一些他教学的一个方法 例如说他开始去要求学生他们去控管成本的部分 因为他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发现说 其实他们真的要到可以真的去生产跟回馈到利润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落差 因为当时可能在学校可能想得太美好了 对那他们在这个时候 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有去做一些修正 那他们第二年在台南创业中心去做摆摊的时候 一样就是有很好的一个成绩 那包含因为当地其实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 那所以其实有很多外国观光客 其实对这个东西他们是很有兴趣的 那因为他第一年其实那时候只是比较像是学校透过这个课程 然后去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商业设计而已 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不断地辅导跟他们的沟通 那最后他们当然也开始比较了解说 要如何去让这个东西可以在社区去永续发展 所以他在108年的时候 他就试图用一些校案的方式把这个技术 留给在地的那个工厂 那那个在地的工厂 他原本就是原本他们的那个第二代 他们原本是没有想要回来做这个生意的 那后来也是因为老师他们的参与 让他觉得夹子这个素材原来还可以再做一些创新跟调整 所以他那个第二代的那个年线后来 他就也是因为这个计划 然后他后来就决定他要回去接他们工厂的一个运作这样子 那再来是陈湘元老师 那陈湘元老师他其实也算是我们校园工创 参加校园工创这个计划的一个元老 因为他从第一年的106年就开始参加了 那因为陈湘元老师他本身是景观建武学系 那进入景观设计学系他其实本来在做就是比较偏景观工程的部分 所以他当然刚才是做景观工程的一些改善啊 跟一些社区营造的部分 但是其实如果你只是做这种景观的改造 其实有时候你很难真的带路人群 或是把一些人群再拉进来 尤其他们那个消理系沿岸的设计 他本来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所以老师后来也意识到说他不能单单从景观设计这个角度 来切入社区的这个议题 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我来办一下那种暑假的营队 让台北、双北、桃园那些比较都市的那些小朋友 他们有机会在寒暑假的时候可以跑来 这种比较接近农村大自然的一个社区来做一个参与体验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他在前两年开始打出了一些成绩 那甚至他让在地的那个清水国小跟清水国中 他们开始有了一些相关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导入 那也在去年跟前年他们的招生 有显然就是有增加的部分 那于是他在108年呢 其实他就有更多的想法 因为其实过去他还是比较是那种 就是以景观学习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那经过我们的讨论跟辅导下 其实他们觉得就是如果他们要完成一个 像是社区产业那一条龙的模式 他们可能必须要有更多的专业道路 所以他们开始跟学校的设计学院去做一个 那个那个媒合跟跟那个合作 那所以最后连他们学校的那种工业设计系啊 商品设计系都来参与我们这个这个计划 所以他们开始去做一些特色商品的部分 那也开始就是去做一个农旅的套装行程 而且他们后来跟当地的国中小学的课程 就是已经就是 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一个互动基础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真的有那种生态体验课程 成为在地的国中小一个特色的一个课程 那在正向南老师的部分 因为正向南老师他本身就是参与管理学系 所以他在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计划之后 他其实就是做一些那种那种简易加工的包装的部分啊 让一些在地的一些食材啊 可以有一些更精致化的一些商品化的一个产出 那但是因为其实这样的部分 他其实很难真的落实到社区他们后面自己去 再度的创新跟发展下去 所以他们在第三年的时候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必须要 创造一个工作机会 让社区人他们有办法在社区里面就是 有收入然后愿意开始真正去做好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开始成立一个实体一个过铺 而且他们需要就开始把他们 这些产品的一个技术然后转移给社区 让社区他们开始去营运这些商品的制作啊 跟后面的这个买卖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这个计划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一些那个老师用不同的方式来来做参与 例如说像这个长城大学的老师 他是用那个商品设计的角度 来帮社区他们去做那个麻油 以及一些特色一些商品 跟那种比较文青风格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产出 那又有一些老师他们是视觉传达系的 所以他们是用微电影的方式来推广 就是台南这些郊区的一些比较有特色 就是人文跟风景的一些一些一些那个景点 那洪维坑老师他其实有一个蛮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他在106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用瓦楞纸作为那个素材 然后他去做苗栗他们的棒楼文化这个 这个武龙武师的这个这个这个设计的想法 也就是说他是用那个用纸然后去做棒楼的这件事情 然后并且让他们同学实际的去做采接的这件事情 那其实后来在当地也成功引起一些回响 让一些媒体来报道啦 甚至他们的事工所跟学校 就是有很多想要配合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有一些广告系的老师他们是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然后让他们的大学生可以带领在地的小朋友 他们去认识他们的社区 并且就是可以去用播报员的方式去介绍他们的社区 那他们也对社区的长者去做一些就是那种技术的一些记录 那以及就是帮他们那个他们那个社区的一些东西去做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 那以及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教育研究所的一个老师来去做 来做这个计划申请 他们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的初衷是想说 因为那种教育学一般在想都是要如何去教导那些国中小的小朋友 但是其实他们有时候忽略 其实长者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他们可以去着力的部分 所以他们就开始设计很多那种高龄学生啊 让那些农村的老人们他们可以 除了在他们的心下之余 他们有一些记忆的一些就是来做参与 然后并且去做一些活动的一个推广 那我刚刚讲到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影片来去做那个宣传我们校园工程的部分 那我们就透过商周来拍一些影片 然后我们放在网络上让一般的民众他可以透过影片 更清楚知道说我们这个计划在做一些什么的 那我这边大概简单放个几分钟让大家看一下 那为了要更深化对部落的了解 因为我们有找到部落达的医院调查 起劳的深度谎开 那从中间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导入课程 做深度的文化设计研究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同学 尽量用新的方法去尝试 而不是用完工的一个流程来进行 这应该是这个计划成功的让大学来执行更大的价值 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一直让石农美学有更多延伸性 所以我从我的石农美学的课程先教他们怎么样使用 在餐桌里上做一些训练 然后他们再带着这些基本的厂试 寄照给小朋友 大学跟小学一起合作 然后让农会一起进来 通过这样的计划 就是让同学振证到现场 振证到真正的某个产品去找人 他们认为一趟的话 到我大学的角度 特别是我们工业设计的角度来看 那事实上扮演一案时的角色 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把握的计划 那除了像这种看起来比较专业 然后有质感的影片拍摄外呢 其实我们也跟那个YouTuber去做合作 因为我们希望让这个东西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曝光率 那我们在去年 我们是跟一个日本网友YKU去做一个合作 小朋友在一起 其实还有很多对不对 那自己买掉了 怎么会这样 哈哈哈哈 老师 我们要压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要升级 不会吧 同学们也听到 我家看你做了 哈哈哈 今价多少钱 多少钱要 欸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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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做不到3600和3800 因为应该定做嘛 3600和3800 那啊 3600 哈哈哈哈 但是做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困难的 啊有 因为在禅的时候它会产生那种事的 也对它必须折了 啊 自私的 所以你需要把它折好 台南其实是绑枝也很有力 台南的路 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希望带着连续军职去认识在迷的产生 对啊 不然的话 希望动作为好会不见 过 那我们是希望借了这样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让一般的民众他们有机会来认识到我们水保区 这个效应公众的这个计划 那 就就像我前面讲 其实我们这个计划也 也有一些活动的一些举办 例如说像我们去年有参加 新武力的这个联合发展会的一个 一天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那主要我们就是 邀请就是讲者来去做演讲 以及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些老师来带领 就是参与的民众来做一个DIY体验的部分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效应公众 大概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再来是我们成果发表会部分 那成果发表会部分 其实我们并没有到那么的扩大的去招生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来参与的民众 他们是对我们这个计划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希望来参与民众 他们大部分是 可能是老师的身份啊 或是教授的身份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成果发表会 它毕竟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每个老师都上台去 去做那个分享 所以我们大概是挑选几个比较好的老师 然后上台去分享他们的这个计划 那同时我们在 我们在提问环节我们是设定的那种 slido线上提问的这种机制 让参与与会的所有的来宾 他们都有机会 透过slido来提出他的问题 然后后来透过票选 让主持人来选比较高回应的那些问题 然后直接现场跟那个讲者去有一个互动的产生 那其实我们也试图让这个活动更活泼一点 就是我们希望它这活动不单单只是老师个人的主场秀 所以其实我们在活动之前 其实我们也办一个影片票选的一个活动了 这个影片票选的活动 他们是让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 他们自己去做影片来推广说 他们在这个计划中看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让我们当然设立一些评分的一个机制 那最后就是在活动当天来做颁奖的一个部分 那除了动态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有用静态的海报 让一些参与的来宾 他们更有机会去仔细去看 校园工厂的每一个计划 他们内容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总的来说 其实我们在网络宣传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蛮多的一个努力 包含像刚刚的网红合作 其实它也有14万多的一个点阅率 那同时它的点阅 观看了人不只在台湾 其实连香港、日本、美国也都有 那再来就是 我们也透过商业周刊这个品牌 去触及更多观看这个 校园工厂或是农村的议题有关的民众 让他们有机会来看到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试读本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去做一个筛选 也就是说商业周刊 它会针对他们读者的兴趣 例如说它可能会最后删写出 你对教育或是对农村议题有兴趣的话 它才会夹在这个试读本的 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 比较集中火力的方式 来去发送这个试读本的部分 所以针对我们这个计划来讲 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从106年开始到今年109年 其实每一年它的提案数 它大概是有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也因为其实大家越来越了解 我们这个计划在做什么 同时我们也越来越了解 怎么样去辅导老师 他们去操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我们在今年度 其实我们核定案 因为来的建筑很多 而且他们质量其实普遍都提升到 还蛮好的一个阶段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就是 核定再多一点 就是今年就是有48件的核定案 那以及活动办理的那些 那些参与的人数 其实也都比我们当时预定的人数 还来得多 那就是宣传广度部分 其实因为透过商业周刊 透过网红的部分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点率 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数据 产生 那最后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 效应公团的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有一些 一些反思跟一些 检讨部分 那首先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还是一直 一直不断去思考说 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个计划 让老师的成果 他是真的有办法在社区 他们就是继续的生根 然后继续的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那种 商业座团会上 就是拉更多我们之前 辅导一些青年 就是到我们那商业座团去跟老师 他们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 也让老师他们知道说 年轻他们在参与农村的时候 实际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那当然我们在增见部分 也会更要求他们就是 永续性的一个 操作一个项目的评分标准 那再来就是因为 其实效应公团这几年的发展下 其实有时候参与多年的老师 他们有可能越 比较了解我们这个案子 他的核心的目的跟宗旨 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拿到这个计划 但某某程度 他们也会拍几些新进案的可能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年 也许我们会透过一些影片 或是一些多年老师的一个分享 让其他第一次参与这个计划的老师 他们可以更快速地知道 我们这个计划 他们计划的一个脉络 那最后就是影片拍摄进度的掌握 这个可能我们会再注意一下 因为去年因为时间活动有一些新增的部分 就是那个新武力是比较临时导入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时影片其实有一点底润 那可能我们会在今年去做一个 再做一个更紧密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规划 那以上是这一次对于向公传这个计划的一个简报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